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60%的孩子可以出现黄胆 早产有80%的孩子可以出现黄胆 但是黄胆的孩子绝大部分属于生理性黄胆 不需要特别处理 哪些情况需要去找医生看呢 这里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病理性黄胆 第一条就是孩子在出生24小时之内就出现了黄胆 我们称之为出现藻 这种黄胆一定要及时就证 因为大多数是溶血 特别是RH溶血引起的 如果不及时处理 胆红素会进展的非常快 影响到大了 第二点一个就是孩子的黄胆非常重 超过了他的这个需要干预的预知 那么就是这个时候 需要找医生评工 是不是需要进行治疗 第三点一个就是孩子的黄胆持续时间比较长 足以而一般在身后两周以内 到达两周的时候 大多黄胆都应该消退了 如果两周以后孩子的黄胆还没有完全消退 甚至还在进行性的加重 需要去找医生评工 第四点一个这个孩子 他的黄胆已经消退了 但是又出现黄胆 这个时候需要找医生去评工 简单归纳起来就是 出现的太早 程度太重 持续时间太长 退而浮现 只要有其中的一条 都要及时的找医生评估 以免延误治疗 影响孩子健康